这个牙 你看这个黑色的污渍 这是抽烟 其实现在流行洗牙 但是还是尽量不要 要非常谨慎 虽然这些科技 但是它慢慢越来越薄 它就消耗这个精气 重新去炸 所以说这个牙也是肾之鱼 它跟骨骼是一样坚强的 一样坚硬 它要消耗你精髓 有的人牙掉了 就长出来了 所以说从小换牙 你一定要非常注意 那个时候你看我从小牙得很好 有后提 因为身体的有意无意的病变 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内伤 外伤 就是导成这样 那也没办法了 长大了 但是到晚年 还有一次机会 那就是 有耻落更深 就是当你修 当你练 到最后 我们说合法从严 犯老混动 牙齿反升 至少第三次换牙 那几百岁的人 彭祖 就不知道他换了多少次 所以说要注意 你笑的时候呢 这个 女士往往都掩着嘴 这是阴性动作 男人不必要 现在说流行露八颗牙 其实 这个 但是牙齐尽量 这样不要笑 不要露出来 你反正自我调整吧 这是一种礼貌 也是一种修养 这样 它其实是容易泄密 这样是多画 就是 你看什么场合 有的宣传部的 那肯定是不行 那你有些东西 在一些 什么 在一些那个什么 特别的地方 可能需要这样 每个人活都有他自己的道理 有他自己的方式 然后呢 这个 关于牙就倒着 牙肯定是要齐 是吧 你当这个 你像我这个 就是说 因为我整个谷歌内内在都都在调整 所以说 往后还是会自我矫正 这个这个 用不了两年吧 一年 反正最近 恢复的很快 随着这个气韵呢 到来这个 金 水这些 配合 刚好算 弥补 这个 焦正牙的时候 从小 如果你化牙 你尽量 就是说 它长完了之后 你再叫 你长的时候叫 它会变形 身边就有这样的力 但是你交正完了之后呢 你看 有的本来这个 下额不饱满 就是天地隔不方圆 但是你交正完了就好 就马上就变了个脸型 很奇怪 可以能搜到 这个 它从外在的 影响内在的 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你不在乎这些 你就是 这个这个 山野村 像我这有的时候 不在乎这种外在的 我们修道者 就是 不在乎 他不是太在乎 这个 路加的这个 这个礼数 甚至说伦理 有些就 反常 非常道 但是 但是内在的 必须要 内在自我调整 慢慢 它也会 有内而外的 这才是真的东西 才更长久 你外在感觉有的时候 你包括很多东西 它又变回了 甚至你都找不到自己 嗯 舌头呢 这个 这个 假如 越长越好 不然 很多它都是以男士为标准 包括口大 它融权 你舌头伸出来 这个 也要对称 这个线 要齐 纹路要好看 那这样的 才能理得顺 运气才 自然会好